第511章,手下留鬼啊,最先楼是离城最好的酒楼,环境好,出品也好,是以菜品价格也不低,来这里用膳的人,尤其是负责请客的,口袋末带上的上百两都末底气进门,秦流吸击人气质其家,穿着也不赖,他们走到二楼栏杆处,时刻都自动让开了一条路,免得无意中冲撞了贵人惹来麻烦。 而有些大胆的女子,都拿眼睛看向鸡的男的了,尤其是丰修,这男人也美得太离谱了吧,秦流吸他们的注意力确实在落在楼下,一张圆桌上,一个身材纤细的女子正在疯狂地往肚子里塞食物,举止还特别粗鲁,一脚踩在椅子上,双手不停地抓食物,肚子早已鼓鼓的了,而在女子身边,一个丫鬟拉着她,另一个仆妇则是尖叫着叫大夫。 叫大夫没用吧?这样子,看起来像是被什么脏东西上身了。有人说道,怕不是恶死鬼。 这话一出,有人往后退开几步,熊二探头看着那一桌大鱼大肉,而那女子不停狂吃的样子,都有些反胃了。 问秦刘夕,少关主,她是不是真撞邪了?秦刘夕道,确实被各恶死鬼附身了。他们声音不小,周围的人听到,都惊呼不已。 有胆大的,看着秦刘夕问,你咋就知道了?你能看现?熊二黑了一声,你就不知道吧? 这位是清平官的不求少关主。很厉害的。清平官。我知道。就在城外。如今清平官是越来越有大官风范了。修了金顶。 连祖师爷的等身像,都是金身。现在还修了一栋灯仙楼。可气派了。秦刘夕昂手挺凶。满脸骄傲。都是我赚的。不过比起圣经那边的金华官,还差点。金华官,几乎所有神像,都是金身度的呢。 电宇也都是金顶。有阳光照着。金光闪闪的。亮瞎眼。秦刘夕的笑容,僵在嘴角。黑着脸腻了那人一眼。 清平官池早也会如此气派。哼。那人被瞪。一脸无辜。他说实话咋就被嫌弃了。也不知是气的,还是有意显摆。秦刘夕翻着栏杆就往下跳去。 引得不少人惊呼大叫。呀!稳稳落地了。果然是清平官的道士。还会轻身功呢。熊二和锦小四他们的心秃秃地跳。看秦刘夕安然落地。都松了一口气。吓死他们了。 走!我们也下去。秦刘夕走到那胡吃海喝的女子跟前。把不断哭求的婢女拉到一边。看着那女子道。是你自己出来?还是我抓出来?女子嚼着肘子肉。看到秦刘夕。 争鸣地笑。哪里来的小白脸?滚!秦刘夕?这就是要我动手了。上次我也抓了一个饿死鬼。结果你倒咋的?被我打了。 魂都虚了。她卷着袖子。慢条丝里地说着。让饿死鬼一寒。吃肉的动作也是一顿。 这小白脸能有什么本事?虚张声势吧。秦刘夕取了一双筷子。那女子一看就喝道。你敢?我?我吞了这女子的魂魄。哟!你胆子挺大的。威胁我。秦刘夕一个闪身上前。抓着她的手指。筷子用力一加。直接把饿死鬼的魂给抽了出来。 太快了。饿死鬼被抽出肉身。女子就软软倒地。她健壮立马就想逃。秦刘夕拽着她。去哪呢?让你走了吗?她拉住她的头发,就是用力一摔。饿死鬼发出痛苦的鬼叫。楼里的人只觉得阴风阵阵。抱着双臂。离秦刘夕更远了。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的动作。她这是抓着什么东西在摔的吗?众人彭扶眼前开了天眼似的。 就感觉她抓着异鬼在摔的。拳打脚踢。救!好暴力。大师饶命。我错了。饿死鬼呜呜求饶。迟了。嗷嗷嗷嗷。有小孩吓哭了。大叫道。要打死鬼了。 情流稀。有一鬼飞快从外飘来。高叫。大师。手下流鬼。看在小的份上。饶他鬼命吧。咦?是鼠鬼。 情流稀停下了虐鬼。看向拖着长舌头的吊死鬼。道。你这舌头咋不打蝴蝶结了?一点形象都没有。吊死鬼羞愤不已。这才是这儿八经的吊死鬼本鬼模样嘛。但此时不是论那个的时候。只看向被情流稀胖作的饿死鬼。不忍目睹。老吊。救我。饿死鬼惨兮兮地哭。 吊死鬼。向情流稀行了一礼。道。大师这是我的朋友。平时没恶意的。一场误会。你饶他一命吧。一场误会。你看他那姑娘。被他这一副身。肚子都要撑破了。情流稀向脸色惨白的女子挪了一下嘴。我要不制止。她就得撑死。众人瞧着情流稀对住虚空和人对话。 不禁吓得瑟瑟发抖。抱成一团。好像又来了一只。吊死鬼像饿死鬼踹了一脚。你看你做的。还不快请罪。付谁的身不好?怎地付人家姑娘身上?看他那小身板。能经得起你这么吃?我就是……太久了。想尝一下人间的味道。正好碰到这个姑娘倒霉。我就……我是一时糊涂。被食物给引诱了。我没想害她。我就是管不住这嘴。 噢噢。饿死鬼哭着求饶。我再也不敢了。我饿死也不复身了。大师饶命。吊死鬼跟着求情。道。大师。我这朋友死了二十年。是吊猎人陷阱里生生饿死的。身后也无人祭祀。只跟着我们一道在逢年过节抢些路人公饭。实在是。我保证。他从没害过人。还帮迷路的小孩回家呢。既然心存善念。 得了这小功德。就不该白瞎了。你负他的身。吃了这磨一场。你这小功德都没了。秦流稀松开饿死鬼。道。为了一点吃的。把这功德折腾没了。亏不亏。大师没事过饿肚子的滋味。那太痛苦了。呃。死鬼擦泪。道。我也不是故意的。这姑娘向我撞过来。我就莫名其妙地附在她身体里了。想着就吃一点。 只是管不了嘴。给我等着。一会再和你算账。秦流稀美好气地瞪她一眼。随手拿了一个弹罐。先走到那女子的跟前。伸手扶脉。又取了随身携带的银针给她扎了几针。那女子醒来。张口遍土。第512章。一起见鬼吧。最先楼的客人表示大开眼界。来吃个饭。竟然能碰上个被饿死鬼上身的八卦式。 又完整地看了一出大师捉鬼的好戏。感觉比平时看的折子戏还要来得曲折精彩。女子吐了个稀里哗啦后。人更为民了。一张脸血白血白的。话都说不全了。抱着她的丫鬟紧张地叫。小姐。您没事吧。另一个仆妇已经上前。对秦流稀行了拜礼。急道。大师。我家小姐她现在是。秦流稀道。 撞了鞋。现在默示了。只是抱吃一番。又悉数吐出。鱼肠胃有损。我开个金方。回去煎两剂要调养一下就行。另外。因为你被鹰雾冲撞过。多晒一晒太阳去阴气。这个平安符带积天就行。她把一张平安符递了过去。 仆妇连忙接过来。掌柜的也机灵。拿了纸笔递给秦流稀。很快就开了一张金方。女子已被丫鬟扶起。用披风一照。走上前。行了一礼。问。不知大师挂单哪个官庙。清平官的。熊二大声道。这是清平官的少官主。道号不求。不少人都指指点点。惊叹不已。清平官现在的香火挺旺的。看来我也得去。 去那上个香白白。求个平安符带一下。一起去吧。这瞧着我心里发毛。不知这位少官主身上还有没有符带着。看她好像还会医术呢。秦流稀听在耳里。看向熊二。神色复杂。拜你所赐。我瞬间有名了。女子又向秦流稀行了一礼。回头避到桂冠仙。秦流稀摆摆手。回家去吧。记得多晒太阳。女子笑了笑。被匍匐丫鬟 猝拥着离开。大家都散了吧。该吃吃。该喝喝。秦流稀让众人散了。那个。少官主。这还能吃吗?不会,咱们也会被什么东西给上了深然后胡吃海喝吧。有人大胆地问。对啊。那东西走了吗?这里阴气森森的样子。总感觉哪里不对。秦流稀睁着眼睛说瞎话。道。走了。若觉得心里不痛快的。明日去清平官烧香。 求个平安福代代也能幸安。好。秦流稀轻飘飘地撇向吊死鬼他们。传了一道阴过去。外面等着。吊死鬼他们连忙紧蹦着皮。飘到酒楼外面去。秦流稀双手掐绝。把残余的阴气给勾起来散了。这才吩咐掌柜。给做几个小菜送到他们的雅间。又让买鸡跟香烛来。掌柜的连忙去做。秦流稀这才和熊二他们一行回到雅间。熊二兴奋地问。 那鬼是怎么样的?你想看。熊二跃跃欲试。锦小四立即捂着他的嘴。不。他不想。又掐了他的手臂一把。别作死。秦流稀似笑非笑地看着二人。带着掌柜地送了秦流稀要的东西来。秦流稀这才召来梁鬼。训了一番话。这才寄了这一桌共饭。还点了鸡跟香烛一同寄过去。把梁鬼洗得又贵又败的。而这架势。把鸡个 根正苗红的贵公子看得目瞪口呆。风修起了坏心。到。独乐乐,不如中乐乐。一起见鬼吧。不等秦流稀说话。他试了个妖术。众人觉得眼睛一凉。然后再看。本来空无一人的小桌边。此时站着两个惨白的鬼。一个舌头长长的。一个瘦巴巴的。在那猛吸饭菜精华。一双绿悠悠的鬼眼还不忘看过来。这就是鬼。啊。熊二 熊二双眼一翻。倒在地上。锦小四白了脸。握住了月定的手臂。听说将军自带正气。摆邪不清。月定。此行致贪症。确实开眼界了。原来世间真的有他看不到的存在。等熊二被锦小四用狠镜掐人中醒来的时候。吊死鬼他们早就不见了。他还大呼小叫了一回。才看风修。悠悠地道。风修。你不厚道啊。怎么能说干就干呢。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风修坐墨坐姿。拿个酒壶往嘴里灌酒。道。这不是你说想见鬼魔。不是什么大事。说不准比你以后见到的。是小巫见大巫。这话。一语相关啊。熊二后被一凉。不再看他。只看秦流熙。问。那饿死鬼害人。你都打他了。怎么又给他上供呢?打他是他不听话。 非得让我亲自上手桌。而老吊。就是那吊死鬼。是我熟悉的鬼。还帮我办过事。他求情。我当然要给面子。而那饿死鬼没有害人的业障。还有点小功德。可惜附身这一场散了。饿死鬼对食物有执念。其实他上人参胡吃海喝一番。也不会填饱肚子的。只有真正的公饭。才可以另起饱腹。秦流熙指了一下那桌饭。道。 不过积个小菜。花不了积个钱。这还是小将军请的。约定拱了拱手。道。少官主心有大善。也就是他。换了别的自诩正道的天师。早就把他们这些孤魂野鬼给打杀了。风修哼了一声。锦小四他们没说话。确实如此。非我族类,齐心避意。不管对与错。黑白分得极轻。隔日。清平关一早就有不少人前来上乡,求平安。 但与往日不同的是。求福时,都会问一句。少官主在摩。能请他化福摩。有人不解便,多嘴问一句,这少官主是做什么了。让你们一脸敬畏向往的。那些人便说了,醉仙楼,有人被饿死鬼附身,而被秦流熙解决了的事。说得会声会色的。惊呼声四起。人群中。有一个穿着藏青衣袍的年轻女子听了。轻哼一声。不过是解决一个饿死鬼附身的小事。 也值得他们大惊小怪的。小地方就是这样。没甚见识。姚师妹。 慎言。在女子身边。同样穿着藏青衣袍的高大男子,背着一个鼓鼓的布包。 皱眉道。天下悬门是一家。都是为出魔味道而存在。不该以大小论之。姚飞飞吐了吐舌。称道。大师兄。人家这不是觉得,这不值一题目。你听听。 他们一口一句,少关主,如何这般。他们去了咱们公关,见识过咱们师兄弟的本身。便知何谓坐井观天了。 寻亲子。好了,我们是为追那利鬼来的。如今,他在这离城地界没了踪影。让他们协助一二寻摸,也是为天下苍生。我们先进去上个乡。再求见关主。 第513章。有人踩场子。 素来。赤元老道正在打坐。 听亲远过来禀报说圣经那边的金华官有两个弟子前来有事情见。金华官。赤元老道睁开双眼。一甩扶尘。道。带他们过来吧。 玄亲子带着师妹姚飞飞来到赤元老道的道远。见他手持扶尘站在屋内。不禁脸容镜内。双手作一,做了一个道理。 晚辈金华官太成真人坐下弟子玄亲子,携师妹清灵拜见赤元前辈。姚飞飞跟著做了一衣。 视线落在赤元老道的袍脚。那里秀注到家福文。可他看不出是什么。不过这一袍看起来有点旧就是了。没有师父的霸气。赤元老道笑着一甩扶尘。 视意一旁的蒲团。金华官的弟子果然出众。平道和太成真人多年不屑。不知他身子骨壳好。 玄亲子坐了下来。对凤上钦察的道童汉手致谢。回道。师父他老人家身子健硕。闭关两年后。修为更进一步。如今已突破炼气大圆满。成功铸击了。他说道铸击一词。神色也掩饰不住骄傲和自得。修道者。成功铸击。寿命可达两百。还能返老还童。若修为再进一步。 结成金丹。寿命则可达五百年之久。永保青春不说。这已经可以达到寻常凡人说的长生了。毕竟凡人寿命。最多不过百来岁。赤元老道叹道。在大风铃气溃伐之下。能顺利注击。太成真人真是道法高深。可喜可贺。如此一来。将来团奏恶佛。又能多个大帮手了。好事啊。姚飞飞跪坐在蒲团上。 一派天真的问道。前辈先锋飘渺。想必也早已助击了吧。赤元老道一正。玄亲子低声呵斥。师妹。不得无礼。还不向前辈道歉。姚飞飞缩了一下脖子。道。前辈对不住。晚辈无状。玄亲子也道。我这师妹仗着师父和诸位师兄弟的宠爱。天真直白。不知变通。还望前辈见谅。赤元老道摆摆手。 道。无妨。姑娘家如此活泼也好。像我屠那般。整日只知修炼钻研武术。就一点这年岁的活泼劲儿都没有。至于我摸。怕是无缘助击了。将来还得靠你们这些小辈支撑玄门。 玄亲子。前辈万万不可妄自菲薄。师父也曾与我说过。赤元前辈也是快要摸到助击的人。若非。您也是机缘未到罢了。机缘一道。必能顺利助击。这些且看命。太成真人成功助击。想必以后也能为苍生万民贡献大力。诸邪未到。成就大功德。 赤元老道叹道。玄亲子腰身挺的笔直。满脸正气凛然。道。那是自然。我们金华官传成正一派。当以诸邪未到未首刃。赤元老道心道最怕你推诿。现在就先把你们给架起搭框。说道诸邪未到。我师兄妹二人正是为此事前来。这一年来。我与师妹一直在外游厘。在周县发现一粒鬼害人。已是害了一家五口。 连三岁孩子也不放过。极为兄弟。被我们发现后。将其打至险些魂飞魄散。然而。那厉鬼趁机吞噬了那一家五口的魂魄。魂力增强得以苟延残喘。一路逃窜至离城地界。失去踪意。赤元老道皱眉。 竟有这样的事。是。玄亲子沉着脸道。那厉鬼魂魄上有我金华官的法器追魂灵落下的灵力。 一路追踪都是依靠着这个烙印才追到这边。可恨我法力尚且不够。如今竟无法找出他的所在来。 姚飞飞安慰道。大师兄你也别妄自菲薄。本来可以按着烙印追了这么久。如今追不到了。 必然是那厉鬼的鬼力又更胜一筹。才会无法追寻。玄亲子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些。对赤元老道说道。这也是我们猜测的。我们怀疑。那厉鬼又在吞噬了别的孤魂野鬼。甚至是吸取生魂以此增强鬼力。才会摆脱追魂灵印。 前辈。这厉鬼若不将其收了。必会为祸苍生。会有更多的无辜百姓深受其害。赤元老道沉生道。若当真是如此。那确实是的大麻烦。所以,我们斗胆前来。一来是想暂且在桂冠挂单住下。 二来也想请桂冠相助。把这厉鬼给找出来。以免让他继续害人。原来是想让清平官做免费苦力的。赤元老道面不改色。道。 天下悬门是一家。你们来挂单。我们也没有推辞的理。你们姑且在清平官住下。若有闲。在我们到官办一场讲道。也是离成百姓之福。讲道。玄亲子愣了一下。姚飞飞有些不快。这是要他们讲道顶挂单费用不成。玄亲子倒不介意。讲道而已。他也没事磨问题。只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厉鬼。不早日秦回。任他游荡在外的危险。 就多一分。承蒙前辈看重。能为百姓讲道。是晚辈的荣幸。只是晚辈顾及那厉鬼。怕他在外持续作恶。 您看这。赤元老道表示明白。道。你们一路追寻而至。 想必也疲累了。不如暂且歇下。回头,我们再试着招魂或其他方式找寻一下他的踪迹。 玄亲子闻言也不好抢求。 所以硬下了。跟着道童去了挂单的客院。赤元老道带他们走后。马上取了符纸和笔。 写了一张字条。然后叠成纸鹤。 掐绝诗术。 去找你小祖宗。 纸鹤扑腾着翅膀飞出屋子。 向黎城飞去。 秦流西刚给月定型完针。 看他的肢体反应越来越明显。 也越来越灵敏。 变道。 还是那句老话。 多点活动。 有利于更好恢复。 也可以试下站直。 若不能不要勉强。 过几日就可以站起来。 他又取出一瓶丹药滴过去。 这是玄少丹。 老侯爷至伪症,我也给他练了此丹。 有助于强健体魄筋骨。 每日吃上一颗就行。 月定点头。 秦流西收起针具。 扭头看去。 一只以符纸叠成的纸鹤飞进来。 停在秦流西的肩膀上。 还啄了一下他的手臂。 纸。 纸的鹤也能飞。 乐水目瞪口呆。 月定星想。 鬼都陷了。 还有什么是稀奇古怪的? 秦流西展开纸鹤。 上书住老头的亲笔。 有人踩场子。 速来。 第514章 跟徒儿告状。 玄青子关上门。 往外看了看。 这才拉着姚飞飞走到一旁训话。 师妹。 刚才你太无礼了。 姚飞飞有些惧怕。 小意地扯了一下他的袖子。 道。 带师兄。 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不该那般无理问赤元前辈的修为。 那太师脸。 也失了我们金华官的大气。 玄青子沉声道。 且不说对方是前辈。 我们更是前来挂单求助。 你实在不该如此直白失礼。 我。 我这不是看他比师父还要年长的样子。 就好奇魔。 这也不能问啊。 玄青子道。 晚辈质问前辈修为。 实在过于轻视。 而且。 你这是往赤元前辈伤口上撒盐了。 姚飞飞震惊。 带师兄。 我就问了一下修为。 哪就这魔大的罪了? 你年幼不知。 师父说过。 这位清平官的赤元前辈也是道法高深的人物。 他在五十岁就已经触到了炼气大圆满的门槛。 可惜当时他拼上一身修为,清理门中叛徒。 使得修为倒退。 与助姬无缘。 实在惋惜。 姚飞飞亚然。 还有这样的事。 玄青子点点头。 你别看清平官,如今很小。 但他的前身,却是以宗论之。 后来落魄到关。 但在玄门示威之前,亦是香火鼎盛。 可惜三十年前门中出现了七师灭祖的叛徒。 赤元前辈为清理此叛徒。 散了不少修为不说。 连清平官都闭关了。 这清平官十年前才重启。 如今发展到这个规模。 也是实属不易。 玄青子眯着眼道。 刚才你可听说。 那经顶和祖事业的今生。 去年才修起来的。 又修了一座不输我们关中摘兴楼的灯仙楼。 可见,这善人香火极为大方。 精华官地方大。 便宇多。 香火鼎盛。 固然有派系深远的缘由。 还有一点是,他身在圣经。 而圣经不差钱的权贵遍地。 愿意大手笔捐香油的贵人不少。 他们道观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才能如此辉煌。 有大观的气势。 可饶是如此。 发展至今也花了近二十年。 师父更是筑基成功。 才更进一步。 但清平关。 短短十年就已经把这道观整理得如此气派。 周边环境还挺不错。 陵墓聪裕。 他隐约觉得此道观灵气比其他地方充沛。 也不知是否有仰观阵法或是护山大阵。 一会他还想上那灯仙楼去看个究竟。 姚飞飞有些不服。 道。 再怎么说。 他也是比不过咱们官。 咱们师父可是筑基修位呢。 赤元前辈且不说筑基基元有没有。 三十年前他都五十了。 现在岂不是有八十高龄了。 万一。 师妹。 玄亲子瞪他一眼。 慎言。 姚飞飞嘟了嘟嘴。 玄亲子摇头。 又是一叹。 八十高龄。 听师父说过他,清理叛徒时,宁损修位,也要将对方杀绝。 导致修位倒退。 也不知有没有什么隐患于身。 若是有。 又不能筑基成功。 怕是连练气期的百年寿数都达不到。 玄亲子有些惋惜。 却很快就坚定起来。 这就是修道。 修位若不尽。 最终也不过比凡人多活几年罢了。 秦刘夕接了赤元老道的传信。 就带着徒儿坐着马车上山了。 踩场子的魔。 得会一会。 看是何方神圣。 而此时。 玄亲子和姚飞飞已是在道馆游玩了一圈。 让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新建的登仙楼。 上面屋檐的锐兽雕得栩栩如生。 在高处守护着整个道馆。 而楼中的柱子部分还刻着些道经符文。 其中,奥义教人越蹭越绝奇妙。 他登于高处时,看向八方。 道观一刹二剑。 头尾相接弦。 使得背山望弃的望风水流转不散。 而那登仙楼。 应该也布了护楼镇。 二三层放了不少藏书。 不但有一些珍贵的文人学子所需的书籍。 还有些道经。 分门别类地放着。 听说飞请不让进,甚至还布了镇法的六七层。 放着的是更为珍贵的藏经古籍和一些法器。 这让玄亲子很是好奇。 清平关重启十年。 不知哪来的镇魔多藏书。 还是从前在哪藏起来的。 不管怎么说。 清平关也不是他们来时想象的那般。 毫无底蕴的破落关。 戴师兄,咱们该去找前辈不算,那厉鬼的下落了吧。 姚飞飞就不想听玄亲子夸赞清平关的话。 在他看来,再好也比不过精华关。 他对自己的门派攻关有一股天生的优越感。 玄亲子点点头,和他一道去往赤原老道的道院。 他们刚走到道院的门口,就见两个孩子一边喊着师祖一边往屋内跑去。 而跟在他们身后,一个穿着轻衣袍, 书着道计以陶木簪别发的身材鲜瘦的人脚步一顿。 转过身来。 玄亲子他们一愣。 这到底是男子还是女子。 这张脸。 雌雄莫变。 若说女子。 却没有属于女子的柔媚交往。 凡有些英气。 若说男子。 又试了几分属于男子的气感。 他副手立。 气质轻朗。 他摇摇地看着他们。 一双眼清澈成名。 仿似看透人心。 眼神略显凉薄。 玄亲子下意识地挺直腰身,站得笔直。 内心引有一股不肯服输的念头冒出。 姚飞飞则是有些不悦地盯着秦琉西那张脸。 身为女子的直觉告诉她。 眼前这不男不女的。 是个姑娘。 可虽知道她是个姑娘。 她又觉得那张脸配着那一身气质。 没有半点为何。 秦琉西的视线在二人腰间挂着的玉符扫过。 一模一样的玉牌。 有着统一的标识。 一个金字。 还配上符文。 该是他们身份象征。 而两人身上引有灵气流转。 想必都是身负修位。 再配以道家穿戴。 这就是老头嘴里说的。 那来踩场子的人吧。 咦? 金字。 难道是在她这里挂了号的金华官? 秦琉西勾纯。 拱手做了个道理。 敢问两位道友。 哪里来的? 要找谁? 姚飞飞傲然道。 我们乃是圣经金华官的弟子。 找赤元前辈。 道友是。 果然是金华官的呀。 无奈清平官的少官主。 不求。 秦琉西道。 你们是来论道的, 还是挂单? 赤元官主走了出来。 说道。 徒儿。 他们是想要我们相助追寻一例鬼。 为师修为不惊。 恐有心无力。 你能帮就帮一把。 秦琉西双眼眯起。 玄亲子心头一凸。 是她的错觉吗? 怎么感觉前辈在隐晦的告状吗? 赤元老道。 大胆点。 把感觉去掉。 我就是在告状。 第515章。 此少官主尾时难缠。 在赤元老道的道士。 秦琉西正式认识了玄亲子和姚飞飞。 没想到,贵官少官主这般年轻。 玄亲子有些好奇地审视秦琉西。 姚飞飞则语气有些别样意味。 道。 我刚才和师兄在关中游览一圈。 关中弟子虽不比我们精华官多,但也有不少前道。 之前还听了不少少官主的事迹。 还以为清平官的少官主是前道呢? 却不想是昆道。 还是这般年轻的昆道。 想必也很得关中弟子拥戴。 这是什么意思? 是说清平官莫人了。 需要立个昆道位下一任继承人。 秦琉西意味深长地撇向赤元官主。 就这样莫脑子的水瓶悬财场子。 还有,他这磨充的语气,是觉得我碍眼了吗? 赤元官主淡笑。 我们关中的少官主自然有其过人的本事,才单得此任。 与是不是前道并无关。 玄亲子飞快地反应过来。 呵斥姚飞飞。 师妹,清平官自己的事物,自有他们的处理方式。 不可置讳。 快快到个不是。 姚飞飞刚要说话。 秦琉西便凉凉开口。 道。 玄亲道友,大可不必如此。 真要让清陵道友道不是。 道显得我们清平官太叫真了。 清平官如今小事小了点。 又岂会与人一般见识。 玄亲子有些脸热。 姚飞飞的脸色变了。 却还顾忌在别人的地盘,不敢放肆。 两位前来试。 秦琉西又问了一句。 赤元老道精神抖揍。 该我上场了。 他立即把玄亲子他们的话给说了一遍。 末了又是忧生一探。 要不是他们提到修位。 卫师也一时想不起如今的修位倒退。 大不如前。 否则卫师就拼尽全力了。 唉。 要是我也向太成真人顺利助击。 我就亲自来了。 可卫师还记得, 你不准卫师用占卜吗? 就把你喊来。 能否帮他们一下。 玄亲子头皮发麻。 来了。 又来了。 怀疑眼前的老道告状的感觉又来了。 秦琉西听了赤元老道的话。 眼神都没给对面两世兄妹一个。 毛子一冷。 开启了秦对对功能。 告诉您几回了。 没有那金刚钻别, 懒那瓷器活。 你一个修位倒退的老头。 平日好生修炼养生保老命就是了。 去管纳摩多事作甚。 您倒知道找我来。 若不找, 让您帮忙捉鬼就捉鬼。 万一那厉鬼比您还厉害吊着您打呢? 谁给我陪个师父? 捉不到还放跑了。 这锅还得搁您头上去。 这一番指桑骂怀的。 直接让玄亲子和姚妃妃都黑了脸。 姚妃妃忍不住了。 道。 唉。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们只是来求助。 为的也是天下苍生而非自己。 你不愿意帮忙就算了。 何必在这指桑骂怀的? 你错了。 秦流西淡淡地道。 我骂人一般不会拐弯抹角。 只会明着骂。 怎么? 你觉得我骂你了? 你属实是想多了。 你…… 姚妃妃气地双眼瞪得浑圆。 玄亲子也莫想到这清平官的少官主是这样不按理出牌的人。 瞬间就变成爆竹了。 说爆就爆。 便道。 我们只是寻思桂冠也是同出正道。 前来是想看看,可有些办法把那东西揪出来。 没错。 都是为了天下苍生。 你这样对威祸人间的厉鬼视而不见的。 就不怕祖师爷怪罪。 姚妃妃气道。 秦流西奇怪地反问一句。 那厉鬼是谁遇见的? 自然是我们。 那是谁伤了她? 当然是我们。 那又是谁法术不行让她逃了? 秦流西似笑非笑的。 是你们吧? 既然是你们的问题。 祖师爷凭什么怪罪于我? 他老人家要是把别人的过错搁我身上。 你看我会不会背这锅? 祖师爷。 我看你会反。 玄青子也不知是被赌的还是被讽刺的。 脸一阵红一阵青。 姚妃妃更气。 那你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 天下苍生也不管了。 你们清平官就是这样的正道。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秦流西笑了。 有些人没有普度众生的本事, 却偏偏想要去搬了寺里的大佛, 换自己坐上去。 当个闪闪发光的圣母。 嘴一张一合就可以指使万民了。 唉,我不是说你。 可千万别误会。 姚妃妃。 师兄,你别拉着我。 我非要挠花她的脸不可。 太欺负人了,敖。 赤元老道, 适时当个老好人前辈打圆场。 用浮尘敲了一下秦流西的头。 行了, 这魔大的人咋还长一身刺呢? 带谁刺谁? 卫师就是这魔教你的。 他又对玄青子道。 这孩子, 自小就被我和官吏一众师兄弟给宠坏了。 天真胆大。 说话, 也不知得罪人。 请你们担待一二。 玄青子又被噎了一下。 这话, 他好像早上才对人家说过。 现在听着, 咋哪哪觉得刺耳呢? 赤元老道又对秦流西道。 你也别刺刺了。 若真是厉鬼害人。 自然没有无师的礼。 能帮上忙也是一份功德。 好生看看。 卫师和他们家师父太成真人也是有过几面私交的。 就当看魏师分上。 秦流西轻哼。 嘀咕道。 就是你好人。 我就天生坏人。 行吧。 事事就是事。 姚飞飞心想。 唱这魔大个双簧戏。 糊弄谁呢? 其实就是不想帮忙。 才这魔搭戏台吧。 做师父的助击都达不到。 还能指望徒弟做什么。 秦流西看向玄青子。 问。 你说。 你们给那厉鬼打了追魂灵印。 玄青子点头。 只是现在魂印应该失效了。 我们追查不到。 秦流西不置可否。 问。 法器呢? 拿来给我看看。 玄青子眉头一蹴。 姚飞飞跳了起来。 这是我们金华官的法器。 岂是说给就给的。 秦流西这回是真气笑了。 道。 你们金华官的法器是什么一碎的豆腐。 一碰就会破碎不成。 连看都看不得了。 那你们想要我们协助帮忙追寻? 要如何追? 给你法器还是给你灵符? 还是用大眼视来占补? 总不会是让我们出尽人力物力帮你们把这厉鬼捉了, 再双手送给你们吧。 这一番积讽几对。 玄青子再有涵养。 也免不了变脸。 这少官主怎地这般难缠。 第516章 我的地盘由我横。 玄青子觉得秦流西抱竹性子不按理出牌且难缠。 却是不知秦流西最新交的仪式便是赤元老道的修位。 大风铃气溃乏。 也不是什么修仙时代,只是区区凡人当权的时代。 修道的人若能修行得道。 寿元自然可增。 像是那太成真人。 筑基成功寿元可达两百年。 而赤元老道呢? 他很可能活不过百岁。 秦流西是不愿意看到的。 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时第一个温暖。 所以,他听不得助击不成这样的话。 这对师兄妹,却是拿这个说话了。 哪怕有些霸道。 秦流西仍是迁怒了。 行。 迁怒行为是他修炼没到家。 忍了。 可这不过是,让他拿个法器看看。 那女道就跟自己要上手抢似的。 是几个意思? 忍无可忍。 不忍了。 秦流西直接就对。 管他脸面好看不好看。 在自己的地盘,还不能横。 出去岂不是更要当的小软包? 更有一点。 是他们上门求着帮忙。 凭什么高高在上地端着? 就凭他们金华官的金顶,构闪瞎眼。 还是凭他们的心胸比他大。 为得天下苍生。 呸! 他天生反骨。 要是不痛快了。 天下苍生,关他屁事。 每拱一把火,就是他慈悲了。 我的地盘由我横。 姚飞飞被接连炮轰。 整个人都傻了。 他在玄门武术上颇有天赋。 所以很小年纪,就败入了道门休息玄术。 身后又是极具盛名的金华官。 在外行走时, 谁不尊称一生清零仙子。 如今却被秦流西对的面黄。 这是他入道以来第一次受这样的折辱。 他想要理论积聚。 却被玄亲子铁青住脸呵斥一句。 师妹! 慎言! 姚飞飞更委屈了。 一双眼睛红了起来。 玄亲子取下腰间的布袋。 从里面取出一个刻着繁复符文的追魂灵双手递了过去。 忍着气道。 少官主误会了。 一个法妾而已。 金华官也不至于不可示人。 就算是损坏了。 师父也能重新酝养锻炼一个。 还请少官主不计前嫌。 若有办法。 助我等早日寻出此利鬼来。 师兄! 你如今都默法用这追魂灵。 姚飞飞忍不住说了一句。 又在他警告的眼神下闭了嘴。 秦刘夕不接。 反正这时他就没啥兴趣。 偶然碰着了。 他抓也就抓了。 但却不会上赶着。 尤其是对方连求人的态度都没有。 他才不惯着。 赤元老道倒是接了过来。 看了看待法妾。 以符文刻画的层层阵法。 引有灵光闪过。 却是个不可多得的法器。 你看看。 赤元老道把追魂灵塞到秦刘夕手里。 以眼神说道。 别使小心子了。 露一手。 强势打脸。 秦刘夕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拿起追魂灵看着上面的符文和隐藏的阵法。 眼神没有变化。 玄亲子一直看着他。 见他没有半点反应。 便道。 这个追魂灵是我师父炼制。 打在魂魄上。 符音会落在魂体上。 催动法诀。 不管那魂魄去往哪儿。 都能追踪到。 前提是那鬼的鬼力比较低吧。 遇上大鬼。 以鬼力一遮。 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法器。 仍需加持法力。 秦刘夕道。 玄亲子有些尴尬。 却也不得不承认。 道。 是。 所以我认为那厉鬼又吞噬了其他孤魂野鬼。 或是害了人以此增强鬼力。 弱人由他一直飘荡在外。 恐会更多人受害。 秦刘夕却是捕捉到了其中一丝信息。 抬头看向他。 听你这魔说。 这所谓的厉鬼一开始并不是那魔难对付吧。 你都能用这追魂灵打在他身上。 烙下烙印并追踪了。 玄亲子一将。 姚飞飞也有些眼神闪烁。 秦刘夕现了这神情。 轻谋威眉。 这里边别有内情啊。 怎么? 这难道还另有内情不成? 难道那厉鬼会变凶利? 是你们刺激的? 秦刘夕看向姚飞飞。 这性子十有八九会惹麻烦。 姚飞飞大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会恋鬼? 他都能杀进一家五口。 还能是个好鬼了。 我们异欲将其扶猪。 不过是为猪邪正宝。 秦刘夕讽笑。 看向玄亲子。 玄亲道友,没时莫想说的。 若是有隐瞒。 恕我也没办法相助了。 玄亲子默了默。 道! 我们路过那刘宅。 见鬼气冲天。 闯入内才发现那男鬼害人。 那鬼说是刘家先害他家破人亡。 他不过是为复仇。 并不会害无辜。 师兄。 这不过是那厉鬼一面之词。 为自己杀孽找借口而已。 他们最是会蛊惑人了。 杀人就是杀人。 如此凶利之鬼。 凡我被之人得诛之。 姚妃妃并不认为他们做错了。 秦刘夕明白了。 道! 所以就是你们不信他满嘴鬼话。 欲诛之。 凡让对方怨气加深。 成为厉鬼了。 玄亲子默然。 他们自然是不信的。 当他们要诛灭那男鬼时。 使得对方怨气大胜。 还趁机吞噬了刚死而在宅子内茫然无措的刘家人魂魄。 壮大鬼力逃离。 他杀害一家五口是我们亲眼所见。 并无冤枉。 玄亲子道。 秦刘夕垂谋。 道! 如果真如你所言。 他只为寻仇的话。 可能得手后便会离去。 并不会吞噬那寄人魂魄。 甚至可能不会逃离。 从而吞噬更多的魂魄或残害生灵。 若他被迫诸入了恶鬼道。 那这因果业障。 玄亲子脸色几变。 这样的话。 凡是后来被吞得魂魄或死的人。 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沾上一丝因果线。 姚妃妃很是不愤。 按你这魔说的话。 我们诸邪正道难道还做错了? 冤有头债有主罢了。 秦刘夕生阴凉薄。 玄亲子和姚妃妃都是心中一寒。 这人。 太凉薄。 也太冷酷了。 秦刘夕看着那追魂灵。 道。 这法器怎么用? 法觉呢? 玄亲子回过神来。 姚头道。 没用。 我已经追不到她所在何处。 只管说来就是了。 姚妃妃面露孤疑。 警惕地道。 你该不会是想成鸡学这追魂法觉追魂吧? 怎么? 怕我学会了。 然后下黑手抢了你们这宝贝魔。 秦刘夕四孝妃笑得白她一眼。 姚妃妃被道破心中所想。 你胡说八道什么? 师妹。 玄亲子不悦地清贺。 师妹今日怎么就失了冷静。 接连被勾得失言。 实在是失礼。 第517章 讹诈。 此灵与我有缘。 姚妃妃憋屈死了。 跺跺脚就走到门口声闷气。 双耳确实竖起来。 她就不信了。 连大师兄都没办法追到那厉鬼。 这牙尖嘴利的死丫头就能。 玄亲子很是心累。 一是被秦刘夕带着节奏走。 连番挤兑。 二来是师妹也不省心。 要她不住道歉。 事实上。 姚妃妃憋屈。 她就不憋屈了吗? 她也是天赋斐然的天之骄子。 走在外头。 谁不遵住敬住。 偏偏来到这个小小的离城。 傻脸面都被人罢了。 玄亲子憋着一股气。 把追魂法诀和如何使用追魂灵异说。 她也想看看。 这少官主到底有何本事。 秦流希倒默在拿桥。 她也不是为了这对师兄妹。 是为了那个厉鬼。 不管被迫还是自愿。 她都该停下来了。 于是。 秦流希把法诀默念一遍。 然后掐着玄亲子骄的手诀和口念法诀。 可追魂灵却是没有半点反应。 玄亲子有些失望。 姚妃妃乐了。 那摩横。 原来不过是个花架子。 她就知道。 对方这名头。 不过是这小城莫杀见识的百姓给吹出来的。 赤元老道说道。 难道那厉鬼的鬼力已经如此深厚了? 有可能。 秦流希看着追魂灵。 想了想。 道。 但追魂灵的符印打在旗上。 哪怕她鬼力身后遮掩了。 只要我们这边这法器莫破损。 再加持一二。 总能看到那符印的符文气息。 赤元老道。 你试试。 秦流希起身。 取了符纸和符笔铺开。 一手掐卷。 开始画符。 玄亲子看得目瞪口呆。 清平光画符就是这模儿戏的吗? 上香尽神告天地尽首呢? 姚飞飞快要笑死。 这花架子摆的可不是一般的族。 可当秦流希的符笔从符头落下时。 她的笑就僵在了嘴角。 秦流希画符。 素来都是一气呵成的。 她不直接给这法器锻造加持。 只用一张请神灵符暂时符在追魂灵上。 通神追踪那符印。 这总成吧。 所以,她画好了符。 没有丝毫停顿。 把符置于追魂灵顶端。 双手掐绝。 唇线微起。 一段法绝便迎了出来。 那灵符便无火自燃。 玄亲子的呼吸微顿。 她没看露眼。 灵符燃烧后。 追魂灵旁复有一层浅淡的金光闪过。 秦流希又重新掐追魂灵的法绝和手绝。 这一次,比刚刚催动失败要熟忍多了。 玄亲子看得明白。 眼中一光微闪。 就在她念起法绝时。 叮叮一声。 追魂灵有动静了。 玄亲子和姚飞飞的脸色终于变了。 竟然真的学会了。 还催动了。 追魂灵开始想动。 迸发出一丝白光。 秦流希双眼微微合着。 灵台却是窥探到追魂灵内的阵盘符文与某处相呼应。 西南方向。 有一荒山。 山中有个废旧驿庄。 秦流希看到那画面后就睁开了眼。 世元老道。 西南方向废旧的驿庄。 莫非是从前的小盲村。 秦流希已经断了通神。 道。 多半是。 那个废旧驿庄距离清水镇不远。 清水镇时不时会拉些吴主师过去那边。 你不会胡说吧。 姚飞飞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后。 又嘴见了。 秦流希烦死了。 冷笑。 爱信不信。 反正这因果线不用我担。 姚飞飞脸疑虑。 玄青子却是信的。 当下站了起来。 道。 若是在那边。 我们的马上赶过去。 以免他再逃了。 不送。 玄青子看他不动。 僵了一下。 道。 如今这追魂灵只有少官主能催动。 未免那厉鬼再度逃窜。 还请少官主助我们一臂之力。 不行。 那厉鬼被你们刺激得如此凶利。 说不准早已丧失理智。 我年纪小。 修卫低。 就不去送死了。 秦流希想也不想就拒绝。 玄青子。 你能催动我都催动不了的法器。 说修卫低是在逗我。 姚飞飞更觉得秦流希是故意的。 拿桥。 嚣张。 打他们脸呢。 他刚要说话。 秦流希便道。 你们说为了天下苍生。 让我们帮忙追寻。 我也帮了。 这没话说了吧。 再拿天下苍生赌我。 那我可不忍这道得绑架了呀。 再说了。 你们金华官盛名在外。 好多人都夸得不行。 哪里要用到我一个小小昆道来帮忙。 传出去。 这不是闹笑话魔。 玄青子的脸觉得有些疼了。 姚飞飞气的要冲过来挠脸。 不。 封嘴。 这张利嘴刀子做的吧。 这魔力。 赤元老道一甩扶尘。 道。 徒儿。 别夺懒。 金华官一心为天下苍生。 大气恢弘。 鱼猪邪味道一事上是义不容辞的。 此后也不会白看着苍生受苦。 你就再帮他们一把。 事成后。 说不准你玄青子师兄会重重愁谢你呢。 玄青子觉得有点不对。 但也很顺条地道。 前辈说得没错。 定不会让不求师妹白跑一趟。 姚飞飞? 怎么就叫上师妹了? 我才是。 秦流西斧摸着追魂灵。 道。 这样啊。 我看着追魂灵与我有缘。 有缘啊。 用得顺手啊。 何该是我的。 玄青子嘴角一抽。 姚飞飞双眼瞪大。 她没听错吧? 这是想要追魂灵。 你做梦。 你脸皮比山上的冰雪还厚吧? 竟想要我师兄的法器。 姚飞飞真没见过这魔狮子开大口的。 这是讹诈。 秦流西看着她。 悠悠地道。 清灵师姐。 不过一个追魂灵。 难道比天下苍生还重要? 姚飞飞一夜。 混账。 谁是你师姐? 玄青子喉咙有些干涩。 道。 不求师妹。 这法器乃是我师父赐下。 你师父不是注击成功的魔。 再练更好的就是了。 秦流西耸了耸肩。 把那追魂灵推了过去。 道。 不过,既然玄青子这魔为难。 那就算了。 左右不过是小小因果线。 无伤大碍。 顶多修为莫那魔容易尽就是。 玄青子一致。 嘴角抽了下。 仔细一想。 痛定思痛。 有些肉痛地把那追魂灵推了过去。 既与不求师妹有缘, 就赠与你了。 同事道人。 都是为天下苍生。 何该不拘小节? 姚飞飞震惊了。 师兄。 秦流西欣然一笑。 抱住追魂灵道。 玄青子师兄就是要比师姐大气。 那我就去支不公了。 那咱们这就上路吧。 玄青子咬牙。 把视线从追魂灵上摸开。 秦流西? 不急。 晚上再去不迟。 师兄你们也总得准备些法器俘虏之类打他吧。 不然再让他跑了, 可就不美了。 合住你跟我们去。 只是带着追魂灵当个导航。 而非帮手打。 第518章。 谁还没个徒弟呢? 玄青子回到道院。 老子竟还些混沌。 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 原本装着追魂灵的布袋已经空空如也。 他是怎么会落到一天之内就弄丢了师父赐的法器的田地呢? 玄青子有些欲哭无泪。 不过是来挂个单, 求帮个忙。 结果送出去一个法器。 就离谱。 师兄, 你是不是被那妖女给迷了心眼了? 那是师父赐你的追魂灵。 怎么随随便便就送出去了? 姚飞飞气地跺脚。 秦流西那张刀子嘴。 不淡利。 还抹了毒。 推毒。 三言两语就虎得师兄把追魂灵送出。 真是气死个人。 玄青子有些烦和恼怒。 从前觉得师妹天真浪漫可爱。 两人一道出门历练。 搭配的也还可以。 算是顺顺利利的。 可来了这个清平官。 他整个人就变了。 别说了。 玄青子沉着脸道。 我还没训你。 这里是清平官。 你怎敌三番四次地试了冷静理智。 对那少官主出言不逊的。 若非你与其太冲。 也不至于让他们帮个忙。 还得先给酬劳。 姚飞飞脸一白。 眼泪迅速涌上眼眶。 师兄。 你这是在怪我。 玄青子看他伤心落泪。 心里微微一软。 可摸到腰间布袋。 又板着脸道。 我也不是怪你。 是觉得你实在是乱了方寸。 之前一直都好好的。 咋现了这少官主。 你就跟浑身带刺一样。 说话也带刺了呢。 他才说话带刺。 你想想他之前的话。 无不对住我。 带着骨刺的。 我就是气不过。 姚飞飞扁着嘴。 道。 师兄。 你为了个外人训我。 你是不是喜欢上这妖女了。 就冲着他张口就一句师兄。 师妹。 玄青子脸色铁青。 不得胡说。 姚飞飞也知道自己无礼。 唯唯区区地道。 师兄帮着别人。 我难过得很。 我们才是同门弟子不是吗? 敬称而已。 玄青子有些头痛。 道。 总之你这脾气就收敛着先。 不要再与气带冲了。 他看他脸上带着不服的神色。 疲惫地道。 我看这少官主是个不按理出牌的主。 击不得也惹不得。 吃软不吃硬的。 你看你这一次。 就没了一个法器。 姚飞飞真冤死了。 那也是你送出去的。 怎么就赖他了。 玄青子沉着脸道。 是我送的。 但那厉鬼不收详了。 任由他在外做恶。 也非我们正道能忍能无事的。 姚飞飞磨牙。 我看人家就能忍何无事。 说的就是秦流希。 不给法器就不出手。 这算什么正道。 简直是讹诈。 他能无事是因为不占半点因果。 说到底是我们法术不足以把那东西收了。 否则也不会新增业障。 玄青子更怕的是那他们真如秦流希说的。 把那东西刺激大了才入恶轨道。 死更多的人。 那就更罪过了。 姚飞飞越发觉的委屈。 捉鬼不成是我们的罪过。 事儿不见难道不是了。 这也太憋屈了。 且放宽心。 就算是有点因果。 也不会太严重就是。 我们始终是一心向道。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把那东西收响了。 以免再伤无辜。 玄青子想到招魂灵。 道。 招魂灵的事。 以后我会向师父言明。 毕竟都是为了诸邪味道。 而他能催魂灵。 说明这法力不在我之下。 甚至在他之上。 这话姚飞飞就不爱听。 明摆着是尝他人质气灭自己威风吗? 虾猫撞着死老鼠罢了。 他小声嘀咕一句。 玄青子都不想接这话。 实在是被秦流溪打击了。 那招魂灵跟随自己多年。 早就熟练运用了。 可在他法力不够足以追大鬼恶魂时。 秦流溪在一次失败后。 就立即想到办法运用起来了。 他虽然觉得有点羞耻。 却不得不承认。 这位少官主是有点东西的。 而且他年纪还真魔小。 而他在这个年纪时做着什么? 玄青子很快在自我怀疑当中清醒过来。 道! 别说了。 那厉鬼越发厉害。 我们更要谨慎些。 趁着还有时间。 准备些俘虏等物吧。 姚飞飞只得把满心的郁闷给压了下去。 而在另一边。 赤元官主则是拿着那招魂灵看了看。 才仍给秦流溪。 道! 遇了大鬼还失灵了。 也就这样。 既然呃。 既然人家赠你了。 你就琢磨一下,把他加持了。 用起来也顺手。 嗯。 我看他有击魂的阵盘。 不过不强。 这个阵盘若是加强。 被他击中。 魂体必损。 秦流溪道。 他把招魂灵放在一边。 看着赤元老道说。 那姚妃妃羞辱您的修位了。 小丫头不过是因为师父助击成功而得意张扬了点。 谈不上羞辱。 赤元老道倾笑。 那您还跟我告状。 赤元老道。 谁还没个徒弟呢? 太诚有。 我也有。 他家徒弟欺负我。 我找我徒弟找回厂子。 这没毛病。 听听。 这该死得理直气壮。 秦流溪都气笑了。 和小辈计较。 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掉一口大黄牙。 你放心。 卫师也小小地捧了他们一把。 将来恶佛献士搞事的时候。 他们就算不清朝而出贡献法力。 太诚这柱鸡真人。 总得上手吧。 赤元老道猥琐的笑说。 远在圣经正在给关中弟子讲到的太诚真人后背墨地一函。 锁在袖子内的手只忍不住掐算。 感觉那个龟孙在算计频道。 秦流溪沉默了一下。 道。 旁的事不用您管。 您也闭关修炼吧。 赤元老道眉头皱起。 助鸡丹的药材我也快集全了。 我肯定会连制出来。 可您这修位不重新摸到门槛。 也没有气急进急。 秦流溪道。 赤元老道说道。 你这又是何必。 如今可不比宗门的时候。 真能随便进急了。 灵气匮乏。 能活到普通凡人都望尘莫及的岁数,就是赚了。 不必执着。 人故有一死。 或。 闭嘴。 秦流溪站起来。 瞪她一眼。 让您闭关,你就闭关。 别瞎刀逼倒。 当我真怕你升陷。 你升陷。 我正好继位。 这清平关。 把门一关,我就云游天下去。 你敢。 您看我敢不敢。 秦流溪冷笑一声。 丢下狠话,就扬长而去。 逆途站住。 赤元老道吹胡子瞪眼的。 看她身影都不见了。 这才脸了神色。 叹了一声。 真是赤儿。 第五百一十九章,比想象的更厉害。 玄青子他们并不知那小茫村在何处。 看秦流溪说晚上再去。 还以为很近。 以马车就能到。 可却不想。 距离清平关有六七个时辰。 这怎么去? 姚飞飞人都傻了。 彻夜赶夜路。 秦流溪凉凉地看她一眼。 到。 这才三月。 夜路更深的。 谁给你彻夜赶路? 那怎么走? 秦流溪奇怪地看向玄青子。 你们精华观。 难道没借过鹰鹿吗? 玄青子脸色变了。 借鹰鹿她听过。 就和缩的成寸这样的高级法术一样。 可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要撕开鹰鹿的口。 还得保证不在其中走窜了。 这就需要师术人修为高身才可以。 否则。 凡是修道者都能随便撕开鹰鹿的门。 在其中出入自如。 阴阳起不乱套了。 至少玄青子自己就漠视过走这样的路。 而她如今修为是炼器五层。 都不能做到。 那秦流溪的修为呢? 秦流溪折了引鹿兽。 道。 来。 师妹我带你们这些圣经人常常见识。 这是在内涵谁呢? 姚飞飞气得要死。 看向玄青子。 你看吧。 不是我说话带刺。 是她本来就浑身刺。 秦流溪开鹰鹿的动作很快。 快得玄青子玄美来得及看清她的动作。 对方已经撕开了一道口子。 先一步夸了进去。 玄青子既觉震撼又兴奋兴起。 这是她从未接触过的法门。 却接连在秦流溪这里接触到了。 她比自己想象的更厉害。 跟紧了。 在路上迷失了方向, 我可不回头找啊。 秦流溪看着二人似笑非笑的道。 这话虽带了些玩笑。 可也暗含告诫。 玄青子暗自提高了警惕。 拉住了修为更低的姚飞飞。 然而, 饶氏他们做足了准备。 这一段堪称鬼哭狼嚎的鹰鹿走完出来。 两人的脸色都略有些白。 你们也是玄门中人。 见鬼也不少。 怎么还慌成这样。 秦流溪择了一声。 玄青子说不出话来。 而姚飞飞? 更是响吐。 鬼视线不熟。 但一窝蜂地涌过来。 还死撞个亿。 水顶得住。 这不, 只要一想到那些鬼肠穿肚烂还沾着蛆虫的画面。 吃的斋饭都想吐出来。 玄青子默念了一遍清心咒。 这才看向周遭。 黑兮兮的。 连个灯火都没有。 便问道。 这就是那个荒山了。 尸入口。 走上去就能看到那一桩了。 走吧。 秦流溪以火折子点了一个火把。 说实在的。 这磨个环境。 忽然亮起这磨个火。 若有人路过海,不得吓死。 姚飞飞自己的心里也有些发毛。 手里悄然捏住了一张符路。 暗念自家祖师爷的敬称保佑。 玄青子一直跟在秦流溪身后。 心里有些奇怪。 明明此处是荒山。 可他走在气中。 一点都不犹豫。 旁复早之木的地在何方。 而他手中的火把。 不过适用于照明罢了。 此时已是三月。 初春早已起。 万物复苏时。 林中有几生夜消响起。 更添几分恐怖的气氛。 秦流溪带着二人没走多远。 便停下了脚步。 举高火把。 眯着眸子看着前方。 到了。 事实上。 追魂林确实是有用的。 距离那厉鬼近了。 感受到了魂印的存在。 他就开始颤动。 只是被秦流溪堵住了。 如今到了地方。 秦流溪的手一松。 铃声就跟夺命追魂取势的叮叮响得不停。 吓得姚飞飞尖叫出声。 玄青子也被冷不丁的铃声给吓了一跳。 却很快就冷静下来。 看着前方鬼气冲天的一桩。 脸色微沉。 他的魂力确实增降了。 比逃离时更稳。 玄青子有些头大。 之前他们都没干过那东西让他逃了。 如今让他鬼力更甚。 他们还能打吗? 玄青子看向秦流溪。 拱手道。 少官主。 若是一会,我们师兄魅力有不歹。 还请少官主帮个忙。 莫让他逃了。 以免伤害更多无辜。 秦流溪能开阴露。 这修位肯定是在他之上。 他也顾不得厚颜不厚颜的了。 为保险起见。 还是请秦流溪帮忙出手。 秦流溪也莫说答应与否。 只努了努嘴。 道。 去吧。 相信自己。 你们可以的。 到底是金华官出来的弟子呢? 玄青子。 他露出一个苦笑。 姚飞飞则是恨恨地瞪了秦流溪一眼。 恨不得把他的嘴给缝起来。 师妹。 小心些。 玄青子提醒姚飞飞。 两人深吸一口气。 往义庄走去。 秦流溪看向笼罩在整个义庄的浓郁煞气。 没烧轻条。 那厉鬼倒会找地方。 义庄这些专门存放尸体的地方本来就阴气疾虫。 他来这地方休养安魂。 简直是如鱼的水。 瞧着浓黑的煞气。 玄青子他们只怕是会吃个大亏。 秦流溪溪了火把。 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义庄说是废弃。 但若是清水镇的另一个义庄放不下无主尸体。 也会把尸体拉过来。 隔一段时间再处理。 如今的义庄并无手装人。 挂在屋檐下的两个破败的白灯笼写了个义字。 在风中摇曳。 而义庄浅早以杂草横生。 门破了一边。 风一大。 吹得破门哐当响。 屋内难闻的气味也顺风飘出来。 那是腐败的死人味道。 哪怕如今里面没有一件尸体。 可常年累月的积攒。 味道越发的难闻。 伴随气味袭来的。 还有阴寒刺骨的阴气。 滑了。 本就难受的姚飞飞被熏得偏头就吐了出来。 状态更差。 她不想承认。 她害怕了。 这样的环境。 这样浓得怨气。 她怕。 以后回来了。 玄青子扶着她。 有些着急。 师妹。 你没事吧。 姚飞飞摇摇头。 道。 末世。 她欲言又止。 玄青子咬了咬唇。 道。 要不你在这儿等着。 我先进去看看。 姚飞飞有些感动。 却是摇头。 不行。 这里怨气太浓了。 师兄你一人更难对付。 我们一起。 她把背注的斩鬼剑拿在了手上。 那小心点。 两人相视一眼。 把法器都拿在手上。 齐齐往前迈步。 然而。 当他们刚走两步。 一桩之内就涌出一股白雾。 把他们笼罩其中。 秦流熙快步上前。 也入了白雾当中。 眼睛一闭一睁。 看着眼前的一切。 眼里露出些欣慰。 厉害了。 都能整出幻象了。 第520章。 五命还五命。 白雾出。 幻象起。 秦流熙却是满脸从容地入了幻象当中。 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眼前的一切。 周县的桃园村姓张。 白人亭是唯一的外姓人。 和寡母逃难至此落地生根。 他生的俊。 又会读书。 谦虚有理。 村内不少媳妇小姑娘都喜欢看他。 从15岁起。 就有不少媒婆上门说清。 可都被白母拒绝了。 只一心凭着出色的秀活供白人亭读书。 在白人亭二十岁时。 白母为他拼了隔壁村一个秀才家的姑女将是未妻。 两口之家便三口之家。 夫妻恩爱。 婆媳融洽。 一家人有伤有量。 日子越过越有笨头。 比起村里总是免不了吵吵闹闹的装护人家。 白家就像一股清流。 宁静而美好。 而人的恶意生出是没有半点征兆的。 人人都在泥潭里挣扎。 凭什么你在泥潭上方单单静静地看着他们挣扎呢? 一起在泥潭挣扎才是好的。 不知是谁开始的。 村民开始孤立白家人。 更是他们为外信任。 一致排外。 还能传出不好听的话来。 为了避免留言。 年轻的媳妇和婆婆没有什么事便不出门。 若出门。 必二人同行。 绝不让人找到空子说出更不堪的谣言。 白母的秀活极其出色。 她想着村子里住不下去。 就搬到镇上去。 为了租好房。 她接下了一件大活。 绣观音菩萨像。 而这件活式绣房准备送给某个官员家的老夫人做寿礼的。 白母日以继夜的绣观音像。 也不知是诚心还有福报。 儿媳此时也怀了孕。 在三个月时更是诊出未双生子。 一家三口将变五口。 白家人更为的幸福。 观音菩萨像绣了六个月。 菩萨栩栩栩如生。 手持玉瓶。 慈慕含笑。 却正好被村长婆娘来收租室瞧见了。 贪念。 如魔滋生。 而村长家的儿子张来金恰好也在城中冲撞了贵人。 要赔一大笔银子。 村长家是有些田地。 也比别家富裕些。 但上百两的银子也不是说拿就能拿出来的。 乍从老娘口中得知白家那栩栩如生的观音像。 张来金就红了眼。 人性之恶。 没有瞎线。 在一个夜晚。 张来金和村长打着灯来到了白家。 试图让他们交出那观音像。 条件是他们住的房子宅基地都给他们。 并让他们也入了祠堂族谱。 白家自然不肯。 他们本就姓白。 入张家祠堂宗族于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 更别说。 他们都打算搬到镇子上了。 白人亭更有打算。 自己的学问也已经很扎实。 考个秀才功名不成问题。 便婉言拒绝了。 并说一家人会搬到镇上去。 这岂不是盗嘴的鸭子要飞了。 张来金恶从心生。 顺手就抄起院子的狼头。 敲碎了白人亭的头。 这一幕被白母看见。 恶手又伸向了白母。 白母和白人亭母子二人就这样头骨尽碎。 倒在了张来金的手下。 至于僵尸。 听到动静。 挺着大肚子出来看。 尖叫出声。 一不做二不休。 跟在他身后的村长生怕他引来人。 一手绕到他前面。 勒住了他的脖子。 另一手使劲捂住了他的嘴。 把人给生生勒死了。 一家疾口。 一夜死在了恶念之下。 无意生还。 而父子俩杀人后。 迅速找出那副观音像。 以及所有的钱财。 再把尸体搬回房间。 打算放火掩盖杀人的痕迹。 然而。 恶人的恶不会有底线。 僵尸生的婉约。 自容交好。 张来金把他搬到床上时。 一时起了邪恶的欲念。 竟是解了裤带。 发泄了一通。 这就罢了。 他还不忘招呼自家老爹也来一次。 趁人还热乎着。 秦琉溪看到这里。 眼神如脆了冰刀。 双拳捏得咯咯作响。 他又看向被玄亲子扮演的。 白人停。 他其实还有一口气。 可正是这口气掉着。 让他亲眼看到妻子死后仍被两个畜生欺辱。 牙字欲裂。 心弱刀脚。 而被扮演僵尸的姚飞飞更惨。 他在内心尖叫。 惊恐。 愤怒。 却一切都无补于事。 不知他们此后。 还会不会觉得。 凡是鬼碎害人。 当初。 白人停死不瞑目。 一口怨气积压着冲天而起。 不甘狂吼。 这样恨到极致的怨气。 让他的魂魄留在了那个火光冲天的小院。 大火掩盖了一切杀人行为。 焚烧他们的肉体和灵魂。 偏偏他们的住处掠偏。 村民赶过来的时候。 火势大的早已冲天。 火蛇如蛇卷向所有人。 无一人敢上前扑救。 只能叹一声惋惜和造念。 玄亲子和姚飞飞痛苦地满地打滚。 白家人头七。 早已怨气大盛的白人亭冲出了小院。 来到了村长家。 以杀还杀。 五命玄五命。 玄亲子和姚飞飞已经完全带入了其中。 在他们拿着剑看似刺向仇人之时。 其实那剑反手抵在了自己的腹部。 就要送进去。 再无事。 他们就得死了。 秦流熙上前。 握住了两人的手。 够了。 连你也想阻止我。 白雾中。 一个清润却带着滔天怨恨的声音响起。 秦流熙。 五命玄五命。 你大仇已报。 他们却无害你家人。 白人亭坚力笑起来。 说道。 虽无害。 可他们想阻我复仇。 助纣未虐。 你们这些天师。 自诩正道。 不问是非黑白。 鬼天生就是坏的。 不过。 他们却教会了我一个道理。 便是做个好人, 却不得好报。 不如为恶。 你若作恶。 那便所有天师的而诸之。 因为你的因果已在张家人生死浑消时, 全然了结。 秦流熙声音良薄。 旁的生人死鬼。 与你无冤无仇。 不该成为你泄愤的无辜牺牲者。 白人亭沉默了一回。 声音忽然拔高。 若我不愿呢。 秦流熙也沉默了一下。 道。 那你就是妨碍我归家。 我会不痛快的。 我不痛快。 谁都别想痛快。 白人亭。 秦流熙拿出一张符。 一甩。 符路自然。 她双手结印。 口念法诀。 破。 白雾一散。 幻境也破开。 露出真实的画面。 她们全在一桩之内。 玄青子从幻想出来。 打量一番。 尤其在看到剑反卧。 脸色都变了。 再想到幻想。 后退几步。 姚飞飞则是一直在尖叫。 喊着别碰我。 滚的话。 闭嘴。 秦流熙一道符拍了过去。